食飯這家食物對於我們華人來說是很重要的 因為很多時候我們家庭聚會、同事聚會 或者生意上都在飯桌裡達成協議 以及達成很多成果 一頓飯可以對我們來說 5分鐘又一頓飯 5小時我們都吃過了 說真的 5小時那些真的有生意夥伴 有貧治遠方來 大家真的有一個心情 你預料是吃很久的 但是大部分我們上班的時間 吃飯平均你認為你吃午飯平均用了多久 正常來說如果我拍戲的話 一個午飯大概是三分鐘左右 神經病三分鐘 真的很不健康 我吃一個即食麵 我吃完那個碗拿去洗 那個湯還是辣手的 絕對是有病的 這些就是 是五正爐的 所以我這麼肥 為什麼呢 人的那個胃的反應是遲鈍的 很多時候你吃吃吃吃吃吃吃 一飽的時候 當它有反應的時候 你已經超飽了 對 所以你吃得慢一點 你的感覺是剛剛好 OK 你只是這種歪理 先說回來 我們特別是亞洲人 我們是東方人 我們都是為了賺食 但我們賺食是說賺錢 但是真正正賺到要吃的時候 我們吃得很快 因為趕時間 時間就是金錢 還有一句 執屎行投叉的敗家 所以我覺得吃飯 應該保持什麼時間 說正爐呢 我們看了 有些不同的組織 針對不同人的生活習慣 做一個調查 但是呢 我不先說 怎樣才是標準 因為不同地方 不同標準 但是吃飯 我們用至少 一般我覺得 15至20分鐘 Lunch 正爐 即是計食物到了 還沒計去做的時間 不計不計 但是 所謂的正爐 是大家都在做 但是不正常的 你知道嗎 那吃飯其實是很有問題的 因為當你 我們一口飯吞下去 一個口 你咬幾口呢 就吞呢 我們是 吞 兩三口而已 對於你的消化系統 不是那麼好的 正常來說 我想狠狠地 都要咬二三十次以上 是 不是開玩笑 真的 因為碎了你的胃絲 而消化 你才能吸收到 必要的營養 不如這樣 看看你的Lunch Time 你又用多久去吃 我們說一碟飯 只是說Lunch 才說Lunch 因為晚飯 我們比較 RELAX 說Lunch Time 你上班的時候 你用多長時間 吃一頓飯 跟我們說說 還有很多人 是不吃Lunch的 沒有時間 是吧 即是去到Tea Time 或者去到Dinner才吃 有些甚至乎是Breakfast 加Lunch 即是親到亂了 有些沒有Breakfast 沒有Lunch 直到去到Dinner也有 Dinner分分鐘就是晚上9點 順便告訴我們 大家知道 你吃最豪華的一餐 有多少錢 吃到什麼 我們吃過5個小時 那天晚上 一流 坐一下 聊一下 浩滿夜宴 吃到差不多7分包的時候 還有 8分包 吃到差不多飽了 還有的 那天晚上 到你100%飽的時候 他告訴你還有5度 嘩!好害怕啊! 叫上來或者留言給我們 等你了 拍到那天晚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